Lamigo桃园朱玉贤,又,今天敲出左外野超前比数的两分拳雷打。 记者陈志曲社 记者郭一杰桃园报道,桃园朱哥朱玉贤前年较出15轰,去年挺进生涯新高的27轰,本季至今仅旧轰,落差不小,但有6发拳雷打出现在下半季,也努力赶进度。 球季还没结束,还有十几场比赛,就努力去追,努力表现自己。 朱玉贤还笑称,想追上昔日文化大学同学,目前校立师队的郑凯文,他不是时空吗? 我还差一致,他领先我很久了耶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原队今晚出战汉将,朱玉贤前三打习无安打,仅有一次次坏宝纵,到了八局下3比3平手时,他对左头赖红成轰出是胜量分担,连续时场有安打,连四场得分。 野领军以5比3赢得7连胜获选单场MVP的朱玉贤说,设定直球攻击,进到好球带变积极出榜,全雷打就是好结果。 现在场场关键,一场一场把自己表现拿出来,帮助球队获胜,现在感觉也很棒,希望能维持下去。 朱玉贤去年追求个人打点,到了今年球季尾声,他的目标放在团队总冠军,他说,有团队才有个人,希望能力判二连吧。